钢琴大师刘诗坤开设的钢琴学院 这日举行开幕仪式 刘老师更大和太太孙永 和女儿出席典礼 爱女身穿公主裙 戴上花花头饰 非常可爱 而在活动上 刘老师也大剪琴技 听到在场的嘉宾相当陶醉 今次刘老师开办学院 主要是希望培养更多音乐人才 不知道她和太太认为 女儿在弹钢琴方面又有没有天分呢 暂时看她对声音是很敏感的 还有那个感知力很强 对同样交流的那种眼神 动作 动不停 我都觉得是 看这些特征是都有的 始终都要再看她之后的兴趣 老师说亲自教她 亲自教她是吗 对 我亲自教她 亲自教她 还有刚才看到女儿 见到很多传媒 她都很淡定 她没有哭 她很淡定 她有天分可能会面对这个镜头呢 我觉得这方面好像比我们两个都好 主变不敬 好像这一样东西 一出生就有 我三岁学钢琴 我们希望我的小孩子 两岁半就学钢琴 同场还有Lisa姐汪明泉 以及富商刘联洪太太金比陈凯运等等 同刘老师数有交情的Lisa姐 都说即使多忙都好 都要来支持好友 刘斯坤老师和我都是好朋友 在艺术上我们当得很仰慕她 她是国家一级的钢琴家 其实我们以前都一起做政协 全国政协都一起做事的 私底下都有一些来往的 很开心 看到他们今次有这么有水准的一个教室 我想香港得到刘老师的指导就会很有福气 是 而且刘老师今天也带了她的小朋友来 有没有见到好有趣 即是外不適守 美女到 是 是 是 很开心 替她开心 以前刘老师70岁大寿 女儿刘世华 亲自做蛋糕和爸爸庆祝 认真有孝心 而金比都大赞 女儿非常贴心 很清楚他们的喜好 她很关心我们 她知道我们喜欢什么 昨天前天做蛋糕 她就有问爸爸喜欢吃什么生果 因为她做生果蛋糕 其实平时她知道你的口味 爸爸小甜 我喜欢朱古力 会不会说除了蛋糕之后 她都会有些受态 有啊有啊 她有很多 不过现在就不方便透露 最后想问 现在你本身对鼓血有很多心 其实女儿会不会都得到你的争传 那些人 其实她真的有学下的 是 可能我问你取经 可能我问你那些提示 怎样看啊 她问爸爸 爸爸厉害点 我都是问爸爸 是 但她是跟你的关系 好像朋友那样 什么都跟你说 是我们好像朋友